中国人以白米饭为主,特别是广东人 他们一日三餐很多时都会吃白米饭 早上当然是简单点,没有那么多菜,因为这是早餐 有些人现在当然不会吃白饭做早餐 他们就转吃西式的通粉、面包之类 但以前一日三餐都是饭 现在就有甜饭煲,煮饭很方便,不用按着按钮 你就可以不用起火了 但很多朋友说我吃饭真的没什么味道 不好吃的饭,怎么才煮得好吃呢?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,如何去煮饭才保持饭的营养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,如何使饭的时候 吃得觉得饭挺好吃的 首先很多朋友吃饭的时候会说,饭很硬 我吃了胃不舒服 有些人说,饭软软软软软软,也不好吃的 我要饭一粒粒爽口,但我不吃得那么硬的饭 那怎样呢?很简单 按照我们以往煮饭的方法 我跟大家说过用滚水去煮它 因为营养保存在 但是巧妙,你要饭够软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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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最简单 一个电饭煮熟软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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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软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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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不要让它继续插着有加暖的按钮,拔了插素,再盖上盖子 等它10分钟后,你的饭会软熟,但不会搭起来 这个这么简单的方法,你会发觉你的饭忽然好吃了很多